他是講的原文是講 你又沒有生 不是你又不會生 但是你 他是說這個很重要 你講清楚 但是你又在 因為他花了一個晚上教育我這件事情 他說你看看媒體下這個標題 你這樣我是一個 他說我是這樣的男人嗎 你這樣大家會誤會 我是一個這麼八股這麼古板人 我說我又不是古代的原外 因為這件事情又吵了一個晚上 我說我不是古代的原外 我怎麼會嫌我老婆不會生 而且不會生這件事情 是一種歧視 到底不會生跟沒有生 有什麼不一樣 不會生是功能的問題 沒有生是意願的問題對不對 那是我跟我老婆 我們選擇不生的嘛 是我們說好不生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你沒有生你還喊什麼類的 那因為我老婆 不是說你不會生 他在電視上就說出我罵他不會生 我被好多女生罵 我的形象本來是非常好 我就突然變成古代的原外 還是直接關掉了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他被很多人湧入罵他 然後很多人就說 誰說女人一定要生小孩 你不知道女人不是工具嗎 奶欣說 奶欣說 我說奶欣你為什麼會曲解我意思 後來他說 他覺得你把不會煮飯跟不會做菜 放在一起 他覺得生小孩也是不會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說這是錯的 然後他就一直逼著我說 你去回想 你回想當天我的原話是什麼 我說現在我沒有沒錄影 我怎麼知道你當初的原話 他說你就是記錯了呀 我說好好算我記錯 他說我絕對不會說不會 因為那不是我的邏輯 因為我從頭到尾就沒有覺得你不會 他說要不會也是我不會 我說男人才不會生小孩 女人會嘛對不對 但是這是意願的問題 請求各位媒體大哥大姐們 正確的文法是 你又沒有生 是不是 是這個意思吧 我說人家還生三個 你不要一直跟我喊累 你不是全世界最累的老婆 但是我還是錯的 因為我不應該刺激我老婆 我還是錯的 感情更好吧 感情更好 這樣感情會好嗎 哈哈哈哈 如果我造成我老婆的誤會 很抱歉 我不會再講這種話 我覺得有啦 因為我們兩個的個性 本來就相愛相殺 我們每一次吵架完 感情會更好 我們有吵架在累積情感 就是長頭吵架 覺得要試試看會不會 哈哈哈哈 是不是這樣 技能的問題 沒有 因為你知道 我們怎麼創作音樂人 你問雲金 生活太順遂 我們寫不出歌來 有一些暴風雨 所以我們是為了 讓他創作而吵架 謝謝大家 就是說我們不讓他痛苦一下 他寫不出好歌 對不對 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沒了嗎 我從來沒有說過 他不會 哈哈哈哈 講完了 我們承認 你沒有說過 他不會 好 懂了懂 功能沒問題 懂了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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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